核武大戰即將升級成核武大戰嗎 俄軍在佔領赤諾比核場13天後 傳出核電廠以及電廠的安全設施 已經完全斷電 由於備用電力只構撐48小時 擔心冷卻系統一旦失效 有可能導致核輻射挽洩 儘管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強調 承諾比核電廠內的冷卻水系統 尚可在沒有電力供應的情況下運作 對安全不會造成嚴重衝擊 烏克蘭官方仍憂心二次核災 風險仍無法完全排除 當初被猛烈炮擊之下 核場裡頭海流有氮殼與氮痕 顯見核設施已淪為戰爭 角力籌碼之一 承諾比核電廠在一九八六年 曾發生過歷史上最嚴重的核電事故 二零一六年曾耗資與核心台幣五百億 打造超級金鐘罩 永久乘封 輻射魚毒 幫助承諾比核廠在二零一九年重生 而當時視察落成完工的 也正是信任總統澤倫斯基 只是沒料到聲稱能封印核災 長達百年的金鐘罩 卻不敵俄軍長驅直入 歐洲民眾爭相購買 有助於保護甲狀線 免於放射性化學物質傷害的點片 價格飆升百分之一百 供不應求 畏懼核災的蝴蝶效應 也使得這場俄物戰爭 在一天恐怖變數 三地新聞 警署會報導